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中学林公然违反监管令 并在网上发布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逃避责任并明目张胆地发布破坏国家安全的言论行为 对于中学林提到受监管期间 处方不容许她在特定店铺做事 又禁止她发布和定罪罪行相关危害国家的信息 以及公开发言 处方强调是基于更新考虑 不存在影响言论自由 至于中学林到日本旅游 情教署说监管令没有出入境限制 而中学林说 国安署人员每隔两至四个星期 会要求会面交代行踪 也曾提出支付线人费 要求她提供其他人的资料 又在9月的时候提出派人陪她一起北上到内地旅游 警方强调以不同渠道收集分析涉及国安的情报 是国安署职责之一 又说近期接连发生类似的事件 反映某些干犯危害国安罪行的人 诚信彻底破产 强烈谴责有人没有反省以往对香港造成的伤害 反而是黑球外国反华势力援助 行为卑劣可耻 无线电视记者 吴亚軒彼 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 未有医时到警署报导 据了解 警方邀请她的父母协助调查 消息说已经向周庭发通执令 周庭父母中午完成协助调查之后 离开大埔警署 据了解周庭的妈妈是她保释的担保人 根据警方保释机制 不论是否国安案件 警方都可以要求保释者有担保人 确保她医时到警署报导等等 警方调查周庭妈妈 主要想了解她有没有周庭的最新消息 事前是否知道周庭有计划 或不回香港报导 有违担保人的责任 也会调查她有没有资助的女徒走等等 周庭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2020年被国安署拘捕 或保释后 一直要定期到警署报导 最终或发还护照 9月到加拿大升学 原定今月星期四向警方报导 她月初在社交平台发文 说决定不会回香港 警方星期四深夜回应说 周庭未有依照指明时间到警署报导 违反保释条件 会全力依法追捕 又严厉譴责畏罪潜途的收使行为 强调危害国安是极度严重的罪行 会追究到底 逃犯除非自首 否则会被终身追捕 后悔莫及 布斯尼茨记者 扎卷问不到 对于英美等国以联盟名义 批评港区国安法 针对媒体工作者的起诉增加 特区政府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说是无理抹黑 特区政府说 《基本法》等有保障新闻及言论自由 但这些自由并不是绝对 新闻从业员和其他人一样 都有义务遵守所有法律 而香港是法治者会 依照法律采取执法行动 与新闻自由或任何人士或机构的背景无关 强调只要不违法 传媒评论和批评政府施政的自由 不受限制 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 一些外部势力无视事实 拿着放大镜观察个别新闻机构 自主决定关停的事例 令韩为新闻自由 当掩眼法 网评证审理涉及传媒的案件 完全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 国泰航空近日取消航班的情况恶化 昨天取消至少21班 即是8%的航班 今天也取消至少13班 国泰解释 是机师因病缺勤比预期多 工会就说是人手不足 不少机师飞行时数 已经达到法例的上限 航班无办法再加,质外服尝 我们先看看对乘客的影响 平安夜开始一连四日 国泰航空一共取消了至少十几班机 这一日更加严重 离港、抵港 单日已至少21班机取消 主要是往返内地和亚洲城市 长途机都有 航班临时取消了 有旅客就说到了机场才知道 应该让旅客觉得 第一个觉得非常地讶异 如果说你要做得好的话 提前告知 不然就是你可能要安排一个 更好的替代方案之类的 也有港人滞留在海外 陈小姐说国泰荷兰回程直航的航班取消了 获安排要经法国转机回来 迟了一日才回到香港 还要自己多给一万酒店钱 没理由要旅客自己承受你离开的结果 航空公司要作出一些补偿 国泰就说是因为流感季节 既是印病缺勤比预期多 决定主动取消个别的航班 就此冲心自协 又说今个月中以来 涉及的班次少过总数百分之一 但机师工会就认为 和流感目惯 国泰目前有大概2500个机师 即是疫情前的五成多 而运力已经恢复到疫情前七成 法例就定明每个机师 28日之内飞行时数 最多是100个小时 12个月内也不可以多过900个小时 以免机师过路影响飞行安全 他了解 不少机师近期每个月的飞行时数 已贴近100个小时的上限 工会就说再不加强招聘 来年都没有机会全面恢复云力 据了解国泰宣布 今个年度有花红之后 近四个月以来 机师流失暂时放缓 花红将会在明年3月发放 工会就担心农历新年之后 人受不足为家劇 母亲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道 保险业界说 如航班因为航空公司人手调配 而延误或者取消 旅游保险很大机会不会赔偿 卖了旅游保险 行程受阻有时可以获得赔偿 但如果航班因为航空公司人手调配 而延误或者取消 就通常不属于保障的范围 例如目的地出现了很严重的天灾 罢工是采取一个工业行动 国际性的旅游保险 都会保障这类型的情况 但如果纯粹因为人手不足 或者他们的人手调配不够 这是航空公司自己的商业运作问题 作为旅游保险 其实我们是一个商业运运的保险 这类型的风险 其实是不能做到保障 保险业联会有提醒受影响的旅客 可以向航空公司索取航班取消 或者行程更改的证明 以便有需要的时候 循其他途径追讨 旅游业服上 全球航空界都在这场机师 总部在迪拜的阿联游航空 继年初之后下个月 会再来香港招聘 薪酬比起本地的航空公司 普遍高一成 有学者就说 本地航空公司需要及早准备 多些培训本地的人才 要招请外地的机师 可能都会需要有一个申请的程序 包括可能入境处 以至是民航处两方面 有没有地方可以再缩短到那个时间 无论是航空公司 以至是机管局属下的一个国际航空学院 其实它都有一些机师的培训班 累计过飞行经验 变成一个正机师 那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长远来说 为了香港的航空业 比较稳定的发展 那是需要的 要留住人才 有人力资源顾问就说 加薪加福利之余 发花红都可以更加有技巧 发花红不是一年一次 发花红是半年一次 或者一季度一次 所以就变成了 不会集中在某一个时段 只是年度性发源花红 然后有大批人员流失 他又说可以在合约加入条款 定名培训和晋升前景 留住表现好的机组人员 母线电视记者姚卓同报道 消委会说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航空公司需要按规定 向乘客提供赔偿或协助 在旺季期间做好应急措施 履行服务承诺 敦促获态 重促安排受影响的乘客 转成其他航班 并主动联络受影响乘客 消委会有提醒消费者要留意航班状况 并保存预订及付款的记录 以便日后追逃损失 稍后一会儿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7633点跌75点 标准普议500指数报 4.165点跌17点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凶杂后 北约成员郭波兰表示 有不明的飞行物一度闯入波兰领空 所有迹象显示是一枚俄罗斯导弹 北约回应说正是注视事态发展 波兰总统道达和军方高层 星期五召开安全会议讨论事件 波兰军方说当日早上 雷达侦测到一件不明飞行物 从乌克兰闯入波兰领空 一度深入约40公里 不够3分钟后消失 所有迹象显示是一枚俄罗斯导弹 波兰军队到雷达侦测到 不明物体的地点搜索 暂时没有资讯显示物体降落在当地 俄罗斯暂时没有回应 北约备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同道达讨论事件 北约正是注视事态发展 保持警惕 美国白宫发声明说 总统拜登正是密切关注事件 有需要的时候 美国会向波兰提供技术援助 欢迎收看世界观 随着新一年就来到 一直困扰美国的移民问题 仍然有增无减 今个月每日有大约1万人 试图未经批准进入美国南部边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到访墨西哥 两国同意会从根本解决移民问题 到底移民问题这个烫手三户 会不会拖累总统拜登明年的选情呢 大约6000个来自南美和中美洲的人 包括几千个小朋友 自平安夜当日展开漫长之旅 他们组成移民大军 在墨西哥南部接近危地马拉一个小镇集合 打算一路向北 步行穿越整个墨西哥 再前往美国边境 路途大约1600公里 希望在另一个国度尋求更好的生活 为了逃离原本国家的战乱动荡 或者暴力贫穷 到美国寻求卑户 他们不惜长途不洩 就算在圣诞日 都只能跟小朋友露宿 美国传媒报道 这批移民来自二十多个不同国家 大部分来自古巴、委内瑞拉和海地等等 墨西哥当局过往不会加以阻拦 因为移民中途 会因为路途艰辛而自行放弃 这样一批有一批移民 涌向美国边境的景象 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2022和2023的财政年度 美国南部边境被捕的移民人数 超过200万 但是今年11月 美国边境管理部门 已经拘捕超过19万人 过去一个月人数持续增加 今个月每日有大约1万人 非法进入南部边境 早在今年1月 美国总统拜登在墨西哥出席 北美领导人峰会的时候 曾经和墨西哥总统路贝斯 讨论应对移民潮 不过近一年之后 边境人数仍然高企 为了阻止移民不断涌入 美国今个月初 关闭美墨边境多个过境站 重新部署边境执法人员 两条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铁路 亦都因为敢关闭多日 令到两国贸易受影响 随着美国即将达入明年选举年 移民问题成为大选核心议题 美联社报道 墨西哥总统路贝斯说 上星期三接到拜登打来的电话 说对方提到 对于抵达边境的移民人数 前所未见感到忧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罕有感 在假期间出访 星期三去墨西哥和诺佩斯会谈 双方同意将会加大对委内瑞拉 古巴、尼加拉瓜 和海地的移民支援计划 寻求从根源上解决移民问题 并且同意保持两国口岸开放 诺佩斯在会谈前透露 美方希望墨西哥采取更多措施 包括在墨西哥南部 接约伊地马拉的边境阻折移民 又或者令到移民更加难 透过坐火车、货车或者巴士等的途径 穿越墨西哥到美国 而作为条件 诺佩斯就希望美国 向移民来自的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援助 减少或者取消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制裁 属于共和党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再任时主张收紧移民政策 甚至在美墨边境兴现围场阻折移民潮 不少共和党议员也就移民问题 向拜登政府加大施压 各界关注移民问题 会不会成为拜登连任的半脚石 我们下星期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家好 我是陈玉桥 政府修订新发展区原子换地安排 发展商拥有九成私人用地业权 政府可以协助收地 令发展商可利用整幅土地发展 发展局说 做法符合一贯收地原则 有新界原居民就期望可以分享土地发展的利润 元朗公安路一带有不少地 有些空置 有些放了货柜 当中有部分属于祖堂地 属于指定的新界原居民是族 部分业权人或者已经不在香港 过去的经验反映 发展商往往因为收不到祖堂地 未能在全幅用地发展 为了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政府放宽原子换地安排 发展商拥有九成或者以上的业权 就可以申请原子换地 发展住宅 商业等用途 政府可以出手收回剩下的业权 再批回被申请人 18厅乡委会前主席梁福元说 政府公布方案之前 没有咨询持份者 感觉不公平 不过为了社会整体利益 会支持新收定 只是期望受到影响的土地持有人 可以一起分享土地发展的利润 而不是一般的收地赔偿 他不是跟你跟你分身家 而是你把土地变卖了 去做一些高增值的房屋 你除了保地的基建之外 然后的顺利是多少呢 要有一个合理的回报 给原业主 发展局说新方案 符合收地要用于公共用途的原则 令到新发展区的发展更加整全 而当局也都要求发展商提供给政府更加好的收地赔偿 发展商是要妥善处理好 他要向这些受影响的居民或者作业者 去作出一个安置保障 不应该差于政府那些留屋居民 他可以选择发展商给他的保障 他亦都可以选择政府现在安置保障 他说发展商也都要兴建公园等的公共设施 在起好之后交回给政府 不过就不会设置一个固定的公共设施比例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屋局处说 现时仍然有470栋 楼零达30年或以上的楼宇 过期未遵办强制盐楼通知 又没有合理解释 约4分1楼宇的业主或法团已经被检控 暂时有两宗罪成 罚款最多4500元 因应今年7月 接连有旧楼外墙的石屎摩洛 有人受伤或财物受损 屋宇处跟进2700栋 预期未遵办厌楼及修缺令的楼宇 截至本月中 約2200栋有进展 剩下470栋进度欠佳 又没有合理解释 当局启动检控当中约110栋 法院已向当中约20栋发出全票 暂时有两宗罪成 分别罚4500元和3100元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 这个情况下 每个业主承担有限 至于剩下360栋 当局说会提供协助 如果仍然没有进展 会考虑检控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导 当局推出一站式精神健康支援热线 三日内已经收到过千个来电 约20宗需要更进 大部分透过倾谈可提供协助 24小时精神健康支援热线 情绪通18111 星期三启用 提供真人对话服务 截至星期五下午 已经收到1017个来电 当中有4宗属于高危个案 要即时跟进 另外有21宗需要转介到社署、医管局 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等跟进 最多是涉及身体健康的问题 其次是精神病困扰 家庭关系和工作压力等等 大部分没有即时危险 他们说个人的需要 比较以前有些较深一点 严重一点的情况 现在就多些 比如与情绪有关的事情 亦都多了是说自己身边人的事情 一般的提供情绪支援 就是了解他的状况 处理他当下情绪支援 冯长天又说 部分来电人士 正是希望简单了解服务 平均谈谈时间是10分钟以下 而需要情绪支援的来电人士 就会谈20至30分钟 有社工说有求助人反映 接线员认对技术不够純缩 一定要透露他的性事和年龄才可以继续聊天 应该先关心个人 用一个个人化一点的角度 去先关心他 而如果收集一些数据 虽然都知道对分析是有用的 但都希望在电话的后期阶段 才去问这些资料 也有说他知道了 他是有看一些精神科的覆尘之后 他建议当局为接线员提供定期培训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报道 两个外卖平台接言违反竞争条例 其后承诺修订和合作餐厅的协议 获经委会接纳、结束调查 经委会早前说 Foodpanda和胡胡宋和餐厅签订的 独家合作协议 妨碍新成立或小型平台进入市场 削弱市场竞争 两个平台承诺修订协议 让餐厅可以和更多外卖平台合作 同时不会失去原有较低佣金优惠等 有关承诺为期三年 经委会又说 由美团营运的外卖平台Kita 市占率超过一成 不会被视为小型平台 Foodpanda和胡胡宋可以继续要求 独家合作的餐厅 不可以和Kita合作 垃圾征费明年4月1日开始 政府即日起推出 私人屋苑智能厨余回收桶 试验计划 鼓励市民回收厨余 计划为期两年 参加计划的私人屋苑 总户数必须有至少1000户 环保署会派人到屋苑安装回收桶 每日将收集到的厨余混往中央设施 处理变为电力和堆肥 亦都会包维修保养 又会向屋苑提供家居厨余收集桶 以分发给居民 来近新年假期长周末 入境处说会在各口岸加派人手 警方垂直在维港两岸会有封路措施 方便市民爱出迎接新一年 雷发局将会举办跨年倒数迎接2024年 并且在维港上康上演场 大概12分钟的烟花音乐会演 维港两岸都会有封路措施 尖沙咀、尖东和西九文化区 在刚刚6点开始会分三阶段封路 在港岛方面 中环南桂坊下午2点半都开始封路 警方会因应人流扩大封路的范围 中环码头、湾仔、金字经广场一带都会封闭 五天工作的打工仔 星期六开始可以放三日假 入境署说会确保各个口岸运作畅信 珠海边检测预计 港澳口岸在新年假期间 每日的平均下流量将会大到60万人次 港珠海大桥预计每日有9万3千人次出入 提醒驾驶人士出发前要了解过关流程 和可爱的行车资讯 报线电视机车 在北京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 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习近平送上新年祝福并发表讲话 我代表中共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合无党派人士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和海外僑胞 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 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习近平总结今年工作 和内地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断 克服内外困难 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原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至于港澳台工作方面 习近平说港澳工作继续加强 反独速统坚决有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推进 在新一年 他表示要坚持稳中后进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 保持社会稳定 他亦要求政协要广泛凝聚共识 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决定任命曾任海军司令员的董军 为国防部长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 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上决定多项人士任命 其中原空两个多月的国防部长一职 宣布由62岁的董军出任 董军早年在解放军海军机关任职 曾出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 至2021年升任为海军司令员 并晋升上将军行 近日举行的晋升上将军行仪式上 董军获安排坐在第一排 海军司令员一职由胡忠明接任 对上一任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十月底 被免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职务 多个解放军将领 包括两个火箭军前司令员 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星期五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宣布多个解放军将领 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包括曾任火箭军副司令员的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震忠 和两个火箭军前司令员周阿玲和李玉超 新华社报导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将震中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 张玉林和姚文敏 海军的谷申春 空军的丁来航 以及火箭军的呂宏李玉超 李全广和周阿玲的代表资格终止 国防部组前卧 会坚决打烊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提供坚强纪律和作风保障 无线电视记者张玉聪报导 华北黄怀地区即现入东以来 最强霧霾天气 上海亦都大霧影响海陆交通 邓杰盈在上海报导 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塔 上周被大霧笼罩 摸到变成霧都 从外滩望过去一片朦胧 来的游客也都不多 今天来的话给我一种 我好像来到了雾都的感觉 但是这个景色的话有点还不错 有一种热影热线的感觉 今天早上雾气还是挺大的 大雾的话出行的话 注意一下安全就好了 上海沿江沿海地区 星期四开始大霧 大部分地区能见到不够500米 星期五上周繁忙时间 全市11条轮道线停航 多条高速公路出入口 要临时关闭或者要限速 上海市气象部门预计 到星期六上周 全市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霧 局部地区能见到只有200米 提醒驾驶人士注意安全 另外华北黄怀地区 出现今年入冬以来最强霧霾天气 河北山东局部地区 出现特强浓霧 能见到降到不够50米 中央气象台说 星期五至六日间 是今年霧霾最严重的时候 预料去到星期六 华北黄怀地区的霧霾 会逐渐消散 无线电视机就一顿热情不到 内地大部分地区 现时禁止一言放烟花爆竹 全国人大法工委近日说 地方政府全面禁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不合法 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尽快修改禁令 内地近十年受严重霧霾影响 多个城市都先后宣布禁止放烟花 对于近日有意见认为应该解除烟花禁令 全国人大法工委表示 地方法规规定全面禁售禁放烟花爆竹 这个规定和大气污染防止法 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不一致 认为全面禁放烟花爆竹不合法 在沟通之后制定机关已经同意 尽快修改有关规定 央视就发表评论说 地方禁放烟花爆竹是出于环保压力和安全隐患 但现在中国在环保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而务定可以延放烟花爆竹的时段和区域 可以有效防范风险 认为中国人辛努一年 应该有肯受烟花的权利 指出全面禁放烟花爆竹是时候终结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澳洲昆士兰在圣诞假期受风暴吹袭之后 仍有大批居民断水断电 当局正是全力抢收展开清理 风暴来袭的时候 卡米利安在昆士兰的住所被倒塌的大树压中 整间屋一分为二 另一个居民的住所亦都被风暴摧毁 屋主当时去了露营 鄰近黄金海岸的美景环 市长说圣诞节出现的龙卷风 是当地历尼最大的灾难 有四分三的居民受灾 电力系统受损严重 不少住户停电 食水也都暂停 当局出动紧急服务队派发装水 风暴过后出现热浪 但是气象部门预计 强风将会在今个周末重臨澳洲东南地区 当局说正全力抢收供电设施 预料完蛋前恢复九成以上居民的供电 无线电视记者 河英桥报道 法国禁于面对严重恐怖主义威胁 在周末跨年活动中 部署大量军警防范恐怖襲击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星期五说 全国将会动员九万警力 其中六千人将会驻守巴黎 并部署五千个士兵 专门应对恐怖威胁 还会出动直升机和无人机在全国各地巡逻 达尔马宁说 有关部署是禁于尔巴冲突造成极高的恐怖威胁 达尔马宁早前也要求各省 在圣诞节期间保持高度警惕 法国自10月中旬 北部城市阿拉斯发生迟都襲击事件后 反恐警界级别提升至最高 转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7,654点跌55点 标准普认500指数报 4,769点跌13点 代替尔马宁